除了议会还有在各乡镇世代会 在光复乡待会的部分 防疫松绑光复乡原住民族人 透过了部落会议决议 复办一例性年纪等相关记忆的新生 但过了年纪时辰 乡公所就忧心恐怕面临不服预算补助名目 乡代表郑万正今天上午直询强调 阿美族部落一例性包含了阶级训练 记组感恩 以及弄作丰收庆等等的记忆意涵 公所不应该划地自信 而乡长林清水也支持认同并表示 11月5号前将受理部落申办年纪补助计划 随着防疫大松绑光复乡阿美族原民部落 复办或不办一例性年纪祭典的声浪也逐渐提高 不过都已经过了一例性的时辰 乡公所就忧心恐怕也不服预算补助名目 乡代表郑万正直询认为 乡公所不应该划地自信 我们现在疫情都缓和了 我们想请问乡长 公所以及编列的这个税时机的议算 像我们各部落在想要了解 是不是也仿效县政府这样的方式 把这样的议算在这个年度 在12月之前 让各部落来顺利的来进行来放股东 像代表郑万正记忆部说明指出 阿美族一例性年纪不单单是记忆足感恩 还包括了阶层训练 弄作丰收庆跟新年的开始 并除年纪时辰的限制 每一个岁时记忆也都属于一例性年纪文化的一环 对部落文化的传承与学习有其重要的意义 对啊 如果 对啊 我们尽可能帮忙啦 因为尽可能帮忙 我们四个方向非常广 孙中追缘 孙中追缘 四个的意涵里面都非常的广泛 所以只要有沾道 或者有内容有符合 所以你尽量要继续帮忙 对啊 仙虎也对我们认同 好 我们就不是1月5号 计划会怎么做我们再讨论 真的有怎样我们再讨论 就事情都很重视 每年7到8月份 花立县各个阿美族部落的一离信 从地方公所到县政府都编列 税时记忆补助费 推广传承原民文化 但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 光复相有将近9成的部落都停办或顺延 如今各部落族人也都透过部落会议讨论 复办税时记忆的决议 经过质询议程中 所会双方理性讨论交换意见后 乡长林清水支持表示 乡公所将在11月5号前 受理部落申办年纪补助计划 协助部落 让部落流传千元的一离信文化年纪不中断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